今天科学新科学家提出一个定律 就是疑心控物 就是用我们的念头来控制物质 念头要好 要善 我们学海鲜老和尚 千万不要疏忽 学他的健康长寿 他一般也是二岁 往生 他的体力 他的精神 健康状况 大概是四十多岁人的样子 为什么那么健康 他没有三年 他不需要医药 你要是有病的话你找他 他一定会把你治好 用什么药呢 在外面草地上随便把一点东西来 你去吃决定好 经过他受伤了都变成药了 这里报告里都有啊 你要会听啊 那什么 他的意念加上去了 没有别的 他那个亲近的念头加持给你 你只要经过他 通过他的加持 病毒的细胞 病毒的细胞 都会自动恢复正常 妙在此点 这是我们要懂得的 什么健康保健全是假的 我们这些人 用这个东西有效果 为什么会产生效果 你相信他有效果 他就有效果了 那个人不相信的话 他永久没效果 你相信他有 所以 病怎么好的 你的信心把它治好 你相信医生 你相信医药 他能治好你病 如果你对于医生怀疑 对于医药怀疑 决定治不好 海鲜老后生 从小遇到两种事情 我们在这看到的 一个十二岁的时候 他种的一个大西瓜 大冬瓜 被人偷了 他就小声里念 谁偷了我的冬瓜 叫他害窗 长病 三天之后 他那个弟弟害窗 长病 救他头 他那个神良叫做 你别念了 你看你弟弟就 治你一个冬瓜 你咒他 让他害窗生病 他真的害窗生病了 苦不堪严 他一听说 他没想到真的 他就马上改个念头 赶快叫他好了 赶快叫他好了 两天之后 他弟弟正好了 所以他在小的念力 有这么大的力量 能量 以后再不敢做人 这是一次 第二次是十八岁 他腿上戴了个绒疮 那苦不堪严 他妈妈现在找医生 找药 都没笑过 于是他就觉悟到 这是业障病 自己造罪孽 感到的 这业障病 医药没有处 想到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他就专念观世音菩萨 念了一个多月 这个窗自然就好了 相信观世音菩萨 救苦救难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一般人念 没有笑过 为什么 你心不清净 你心有疑惑 也就是没有沉净心 没有恭敬心 没有清净心 所以你念不灵 他为什么灵 他的心真诚 勤净 恭敬 这样的心念就很灵 这是没道理 我们要学这个本色 用真心 对一切人 一切死 一切无 绝不要用妄想 我们的身体 自然就调的好了 如其说是三宝价值 倒不如说自信功德 自信的功德能量不可思议 你看花言上说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 得相 相信这句话是一切众子 一切众子 过过都有 像如来一样的智慧 一样的耽耽 一样的向好 要用信心 要用念力 来转变 这个就对了 我会说 我会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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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三宝价值的 我会在这边